麥當勞近日在台灣推出一個 以同性戀為主題的廣告 引發熱議 短短幾天在YouTube上 獲得超過120萬的點閱 臉書上近400萬的點閱 不過也有台灣宗教團體 對此進行抵制 麥當勞在台灣推出 這個名為接納片的My Cafe廣告 試圖迎合台灣支持 婚姻平權的團體 這個廣告主要講一個 同性戀兒子將自己喜歡男生的事情 寫在咖啡杯上 而父親沉默良久離開座位 再次回來時 父親將接受兒子喜歡男生 也寫在咖啡杯上 台灣去年曾舉辦過一次 亞洲最大規模之一的 同性戀遊行 總統當選人蔡英文 也曾引用劈頭四成員 約翰·萊農的名言 來支持婚姻平權